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日出康城有新盤推了 就是由順智、嘉華和招商局合作發展的海柏峰 首批單位赤價17800多元 雖然是康城區歷來最貴赤價的新盤 但就比二手有不少折讓 大家都跟我們去看完現場環境和示範單位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對這一口價有什麼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勸 在開始之前都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28House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都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下星期的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日出康城是港鐵最大的綜合發展項目 一共有13期涉及超過25000火 甚至比現在全港最大規模的嘉湖山莊 還要多出六成的單位 由2008年開售第一期到現在 已經是歷時14年 終於買到第11期的海柏峰 海柏峰是由順志、嘉華和超商局等合作發展 三個發展商都是第一次進駐康城區 第一期提供一房到三房單位 關鍵日期是2024年11月 樓花期長達29個月 今次開售的海柏峰三座分三期發展 第一期即是第一座 提供592火 剩下兩座分別提供644火 加上有1880火 拍過這麼多期康城的樓盤 最大感受就是每次要等很久地鐵進來 不過跨灣大橋有機會今年開通 可不可以舒緩到區內交通配套不足的問題 一起和大家實地考察一下 海柏峰是最近港鐵站的一期 將來屋苑平台會有出口連接電梯去到商場的四樓 我們實測過 由四樓出發 經兩條扶手電梯 走過去康城站B出口大約兩分半鐘就到 但要留意商場得B出口是連接港鐵站 想在有冷氣的地方走過來 所有其數的住戶都要經這條電梯 繁忙時間有機會大排長龍 要遇多些時間 至於向來班次疏落的康城站 港鐵曾經加密過 現在繁忙時間大約7分鐘一班車 非繁忙時間大約10分鐘 由康城去中環大約要32分鐘 而連接張均路和藍田隧道的跨灣大橋 預計今年開通 經這裏去南田 車程只需要大約5分鐘 配套是否足夠和人口相提並論 當十三期所有住戶入伙之後 這一區的人口預算會超過6萬人 所以就算跨灣大橋開通 可以分流到將軍澳隧道的車樓也好 始終大部分居民都依賴港鐵出入 我自己就覺得 除非港鐵是加密班次 如果不是繁忙時間都會失人失車 發展超過10年的日出康城 區內第一個大型商場 在2020年才開幕 大約48萬呎 規模不小 裏面有超級市場和不少食事 不過全區沒有一個濕貨街市 想有更多選擇 始終要去將軍澳市中心那邊買東西 海柏峰會所連沿林大約有7萬呎 提供大約21項設施 當中包括40米的身外泳池 以及25米的身內泳池 海柏峰一期近9成都是一兩房單位 一房單位由329呎起 兩房單位由448呎起 佔了6成 我們會集中分析如何選擇兩房單位 全層平面圖見到 13伙中有8伙都是兩房開織 7間是448到461呎的小兩房 1間是561呎的大兩房 我們會先參觀小兩房的示範單位 然後再看大兩房 看看有甚麼分別 示範單位參照1A座28樓F室 實用面積459呎 即公設實樓價是824萬 為每一呎超過17000元 一入到單位 在圓關這個位置發展商就做了一個中空的鞋櫃 但剛剛我打開過間隔來看過 如果是兩個人住的話 其實都未必足夠的位置放完所有的鞋子 電池爐 微波燒烤蒸焗爐 雙門雪櫃 洗衣缸衣機 全部都陷入廚櫃裏面 雖然看起來是漂亮些 但維修或者更換的時候 就要找回相關的型號 廚房這邊就有些電製位 其實都是預料給你駁一些電飯煲 或電熱水壺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裏放在家電之後 就可能工作台面會差一點點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可以將這個鎮盤的頂蓋 蓋起來 就可以增加一些台面來使用 客廳大約有125呎 樓高3.3米 比起一般的鎮盤大約3.15米都要高 空間感不錯 這個露台是三合一設計 即是露台、工作平台和冷氣機平台 是合三為一 也是康城第一個鎮盤用上這種開織 這裡大概有38呎 都足夠位去浪三 不過想起座放回雙椅 休息一下的話 就有機會受到散熱氣排出的熱氣影響 細房大約有46呎 開織時正 唯獨是上面有些震位 減低了空間感 主人房大約有76呎 放得到雙人床 剛剛好單位在單邊位置 有轉角窗 可以加強採光和通風 除了示範單位的1A座F室 1A座E室和1B座CD室 都有轉角窗的設計 門後的粒位長大約2米 可以留回來裝一個到頂衣櫃 浴室採用棋缸 除了三房單位的主人套房浴室是浴缸之外 全盤的所有單位都是棋缸 浴室沒有窗通風 如果要有窗的話 就要選擇1A座E室 1B座CD室 大兩房和細兩房最主要的分別就是在於廚房 第一就是多了玻璃間 第二就是多了一隻窗 如果在煮食的時候 就算關了門 打開一隻窗也可以排走油煙 家電方面 和細兩房基本差不多 主要是多了煤氣煮食爐 可以明火煮食 大兩房有561呎 比起細兩房就足足多了100呎 多了的地方就是這個大約30呎的儲物室 看到這間房雖然比較細些 但因為它有窗和裝了冷氣機 所以我覺得用來做書房也不錯 大兩房和細兩房的主人房 大概都是70多呎 但預留放衣櫃的凹位 反而沒有細兩房兩米那麼長 這裡大概只是1米2左右 多了幫你廚房和儲物室 多了幫你廚房和儲物室 大兩房比起細兩房貴大約200萬 我自己就覺得細兩房的性價比會高些 以細兩房的開織計 在挑選的時候可以考慮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要不要有光似 第二就是主人房要不要有轉角窗的設計 有齊這兩個條件的細兩房 有1A座的E室和1B座的C室 海帕風雖然出入方便 但代價就是景觀比較順勢 比較難看到海景 由高空所見 海帕風在整個日出康城的中心 主要分三類景觀 最美的是向北 包括1A座FG室和1B座D到F室 正望凍感公園 可以在兩邊的樓景之間遠望到山景 都算是比較開陽少少 第二類是向南 包括1A座AB室和1B座A到C室 主要望12期的樓景 不過中間就會隔了一個會所 第三類是向西 包括1A座C到E室 主要望將來落成的13期樓景 海帕風在拿到預售樓花同意書之後 便隨即公佈樓書 推盤步伐都頗快 首批128伙 折實平均尺價是17,800多元 比同區二手折養3至1成 但法子商就說沒有刻意去加快推盤步伐 又說定價已經考慮到疫情和加息因素 即公比建期多了4.5%的折扣優惠 不過如果想選案保 就要選建期付款方案 一房單位的折實樓價由大約652萬起 兩房就790萬 三房就由1286萬起步 參考同區樓盤的赤租 估算海帕風的租金回報率 由2厘至2.5厘不等 未達到一般3厘的水平 日出康城作為新盤供應重鎮 有不少剛剛過了3年押印期的半新盤選擇 其中7A期Montera 基於坐制商場 有夠物便利的優勢 拍得住海帕風 同樣是低層兩房單位 Montera的放盤就貴了接近100萬 不過仔細分析一下 海帕風的客廳開織 就沒有Montera那麼實用了 扣了圓關和開放式廚房之後 細了30呎 海帕風雖然比二手便宜 不過樓花期長達29個月 以一般收樓之前3個月申請案結計 距離現在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申請人需要面對股價不足 樓市有變 入息減少這些風險 全部都會影響批出的貸款額 日出康城還有12、13期未推 加起來都超過4500伙 供應這麼多之下 樓價還可升呢? 就好像配套是否追上人口的增長 我自己就覺得短期之內 這個目標都比較難些達到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的團隊 嘗試多些海帕風的資訊 可以scan現在畫面見到的QR Code 又或者click入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